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慧下班回来 许峰正在厨房帮母亲做饭 看到她 许峰过来抱抱她 说 累了吧 给你倒杯水 对了 我跟我妈去订了结婚的酒店 日子也定下来了 高慧惊讶极了 母亲从厨房出来 笑着说 是我让许峰不要告诉你的 语气里有对许峰明晃晃地宠溺 高慧撇嘴说 哪有这样挡 到底谁情生挡 许峰在旁边乐呵呵地笑 其实那样的时刻 高慧心里是闪过一丝甜的 这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莫过于你要嫁的人 父母比你还满意 许峰是2012年的春天 高慧23岁 刚大学毕业 从省城回到县城考进事业单位 人生第二步是结婚生子 许峰是电视台的记者 负责高慧他们单位的宣传工作 长得眉清目秀 讨人喜 就学话太少了 高慧负责接待 他一直不说话 有点尴尬 于是绞尽脑汁地找话题 可许峰的回答 言简易改 基本就一两个字 有点冷 有点酷 可高慧没想到 第二天领导突然问他 小高还没男朋友吧 昨天那个记者怎么样 原来领导夫人也是电视台的 许峰在他们单位人缘而好 很多人都帮他介绍对象 领导回去提到高慧 夫人就想着撮合一下 于是就有了饭局 工作之外的许峰让高慧有点意外 要怎么说呢 好玩一些 也有趣一些 说起一个话题 他能看看而谈 这也不过躁 不冷场 让高慧觉得舒适 他问他 上回怎么那么高冷 许峰笑着回 工作是工作呗 状态不一样 认真工作的男人对女人来说 有种天然的魅力 而这样的反差萌 向风吹过芦苇 云飘过太阳 在高慧心里加了分 许峰29岁 老家在偏远农村 家里穷 观念也有点落后 许峰考上大学时 父母说没钱 让他别读了 许峰自己兼职打工 总算完成学业 毕业后进了电视台 成了台里业务能力最强的记者 工作之余也没闲着 忙着创业和朋友做点小生意 据说 因为心思不在恋爱上 随到29岁还是单着 单位里的人都很喜欢他 说他是暖男 夏天买西瓜 冬天带早餐 谁又急事 没法接孩子放学 许峰哪怕在写稿 也会放下手头的活去帮忙 人人都说许峰是个好男人 女人嫁给他是福气 初春时节 柳树发出鹅黄色的嫩芽 小草露出脆生生的脑袋 高慧和许峰开始谈恋爱 他是宠他的 高慧嗓子疼 许峰泡好胖大海送过来 每天早晨 高慧还没起床 许峰的早餐已经等在楼下 高慧心血来潮想去看海 许峰二话不说就去买票 恋爱谈得很招摇 不久就见了父母 失去吃个饭 也是高慧父母考察一下未来的女婿 没想到都还挺满意 大概是因为父母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 知道其中的心酸 所以看到许峰不肯老 靠自己打拼还蛮心疼 不都说默契少年穷吗 何况许峰一直在努力 恋爱谈了大半年后 二老想着许峰单位住宿条件差 就让他搬来家里住 许峰也确实招人喜欢 住进家里后抢着做饭洗碗 每天晚上给高慧端水泡脚 父母越发满意 小城很小 高慧家亲戚朋友有个事 许峰也积极帮忙 所有人都对高慧说 嫁给他 嫁给他 甚至在高慧不知情的情况下 母亲直接带许峰去订了结婚的酒店 以及结婚的日子 他们都说 许峰值得托付终生 其实要怎么说呢 高慧是有过一丝犹疑的 恋爱谈了一年 她见过她的好 却也见过她的不好 有次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许峰喝了酒 嚷着要分手 拉开车门就走了 留高慧一个人在半路上 这样的事发生过两三次 但每次撒完酒疯 许峰就各种道歉送礼物 还送花到高慧的单位 惹得同事打去 赶紧嫁了吧 天天撒狗粮 这个世界上 没有情侣不吵架 只要没有隔夜愁 日子就还得过下去 不是吗 加上婚期已定 高慧沉浸在 即将成为新娘的喜悦里 那点矛盾 也就忽略不计了 2013年8月8号 高慧嫁给了徐峰 几乎是裸嫁 婚房是父母之前 在新开发区投资 买的两室一厅 车子是父母 给高慧买的代步工具 而且按照当地的习俗 去媳妇 床商用品 要由男方负责 可徐峰家 什么都没准备 公婆只是出席婚礼 吃了顿饭 说实话 有一点委屈 但是只要徐峰人好 有潜力 未来就值得期待 毕竟没有哪段婚姻 是十全十美的 每段婚姻都会有瑕疵 新婚夜 徐峰信誓旦旦地说 老婆 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高慧相信他 也支持他 徐峰先后开过手机店 和网吧 但都以失败告终 后来 一个朋友邀请他 合伙开 测绘公司 高慧说 这个领域不熟悉 让他慎重点 不如弄自己擅长的 比如视频剪辑之类 可徐峰听不进去 刚开始倒也赚了点钱 却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一名员工在外出工作的路上 出了车祸 当场身亡 公司赔了很多钱 资金运转不周 宣布倒闭 徐峰开始一蹶不振 到每天出去喝酒 喝得酩酊大醉 回来就找茶 和高慧吵架 高慧以为是生意失败的 打击太大 安慰徐峰 可徐峰喝酒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 由从前的一周两次 变成一周三四次 包慧心里一片凉 他以为自己笨向的是幸福 却没想到 是万丈深渊 有次哭着问他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变成这样 徐峰借着酒店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 你家根本看不起我家 我什么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是你给的 徐峰还说 他这么辛苦 都是为了证明 给高慧和他爸妈看 他知道他们一家 都看不起他 高慧愣在那儿 他没有想到 徐峰会是这样的想法 他家什么都没要 还贴补房子贴补车 反而伤了他的自尊了吗 徐峰越来越肆无忌惮 高慧生病他不管 高慧加班他不管 一件件事堆积起来 压得高慧喘不过气 却无人可以诉说 因为在万人眼里 徐峰树立了特别好的人设 高慧要是说他不好 估计没人性 而父母 高慧也没法说 虽然他们很爱他 但母亲向来强势霸道 做事很少考虑高慧的感受 比如之前的订婚 而父亲话少 高慧和他也不亲密 所以从小到大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高慧都很少告诉他们 父母不知道高慧婚后的日子 徐峰在他们面前 还是个合格的女婿 徐峰把热情和友善的一面 给了外人 却把暴力和阴冷 留给了妻子 只能和闺蜜倾诉 闺蜜说 要不生个孩子吧 男人做了父亲就成熟了 就知道顾家了 高慧抱着这样的想法怀了孕 徐峰很高兴 怀孕初期 他减少了和朋友 喝酒聚餐的频率 还陪高慧做产检 高慧以为 一切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很快又顾忌重演 高慧早孕反应大 吃不进去东西 徐峰完全不管他 照样出去喝酒 回来还要发酒疯 每次酒醒后 徐峰又立马下跪道歉 如此这般循环往复 高慧流了很多泪 心伤了一次又一次 甚至生孩子那天 徐峰一身酒气地来到医院 躺在产床上的高慧 身体和心都很疼 这些 他没和父母说过半句 他幻想着 也许徐峰看到刚出生的女儿 会顾这个家吧 实际上 是有更大的风浪 张牙舞爪地 等着高慧 之前婆婆答应来带娃 却突然不肯来了 说家里能活忙不过来 高慧妈妈只好提前办退休 坐月子时 退休程序还没走完 高慧只能自己带孩子 徐峰仍然频繁出去 和朋友聚会 闺蜜来家里看他 忍不住抹眼泪 说从没见过坐月子的 这么可怜 你这嫁的是什么人呢 高慧回答不了他 他虚弱地躺在床上 眼泪湿了枕头 怨气积压成了恨 情绪到了极致 终于爆炸 徐峰回来后 他和他吵了一架 生活将高慧的柔软磨得坚硬 也将他的爱情粉碎得体无完肤 月子坐到一半 母亲终于来了 高慧终于可以吃到一口热菜热汤 然而这个家却开始鸡飞狗跳 丈母娘来了 徐峰刚开始还有所收敛 后来也就懒得演了 日日相对可能也没法演了 他常常不着家 半夜最熏熏地回来 其实这对高慧母亲的打击 是近乎毁灭性的 毕竟这是他亲手挑的女婿 毕竟之前徐峰在他面前 又温顺又乖巧 他和高慧父亲 是把他当儿子来疼的 一开始也苦口婆心地劝 可徐峰根本听不进去 母亲终于口不择言地说了那句 房子是我的 车子是我的 你再这样 不要回这个家了 这句话激怒了徐峰 他半个月都没回家 高慧劝了几次 徐峰才回来 这场战争里最难的还是高慧 他没办法忤逆父母 也没办法说服徐峰 他像一个夹心面包左右为难 整日处于崩溃的边缘 只有抱着孩子时 他才有一丝丝光亮和温暖 支撑自己走下去 也想过离婚 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特别是在小城 又或者 从内心深处来说 高慧还是想挽救一下婚姻的 2017年 孩子上了幼儿园后 高慧让母亲回去了 他和徐峰贷款买了个小居室 他不是介意 什么都是他家的吗 那现在他们自己买个搬出来住 他想照顾他的自尊 想让这段婚姻还能继续 矛盾倒是缓和了些 高慧稍稍松了口气 可徐峰又开始折腾 包了个大棚 种植鲜花蔬菜 他说买了房 压力大了 得抓紧赚钱 高慧再次选择支持 他把孩子丢给父母 每到周末都去帮徐峰干活 开始那段时间真的挺好 两人起早贪黑 心拧在一块 可本性终究是改变不了的 没多久 徐峰就原形毕露 他回家越来越晚 甚至开始夜不归宿 有天晚上 孩子半夜发了高烧 高慧给他打电话 他支支吾吾说一会儿回来 结果直到天亮 也没见他的影子 高慧打了车 自己抱着孩子 在医院熬了一晚上 第二天他问了大鹏 值班的工人 工人说并没有看到徐峰 高慧的心咯噔一下 开始寻找蛛丝马迹 可是一无所获 有天高慧趁徐峰喝酒 睡着了 用他的手解锁了手机密码 可是微信聊天记录里 空空如也 没有找到可疑对象 同学录里也看不出异常 他用了闺蜜教的方法 修改了徐峰的微信昵称 很招摇的五个字 徐峰爱高慧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他甚至希望自己的预感是错的 然而不到十五分钟 就有人憋不住了 一个叫大龙的微信留言 哎呦 这么明目张胆的爱老婆是吧 高慧点开对方的朋友圈 对 是个女孩 他高慧全身的血液 在往身上涌 他叫醒徐峰 质问他这是谁 徐峰承认了一切 那个女孩是单位的实习生 他说 你们全家都看不起我 我活得太压抑了 高慧忽然觉得很可笑 他们家掏心窝的对他好 却还是没办法让他满意 是他自己心态有问题吧 他怎么做都是错的 这些年 为了支持他创业 高慧对自己一直很吝啬 衣服不超过百元 护肤品也只用最便宜的 可换来的却是背叛 是他说 他们全家都看不起我 这场婚姻 高慧真的走不动了 可徐峰不肯离婚 他向高慧保证 会和实习生断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还真的像变了个人 他开始早早回家 接送女儿上学 回来陪女儿玩 甚至主动做家务 切好水果端给高慧 一切仿佛回到了 最初恋爱的时光 她仍然是外人眼里的 好丈夫好爸爸 接电话一定会说 我在做饭 没空出去玩 下次吧 又或者是 我在陪老婆孩子呢 有时候 高慧也会有一种错觉 以为徐峰真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 然而冷了的心 真的很难再误热 何况徐峰 只是在制造假象 只是在给自己 树立人设 这种情况下 离了婚 旁人只会以为 是高慧的问题 毕竟徐峰那么好 可惜外人看到的 永远只是假象 特别是遇到徐峰 这种热衷表演的男人 后来的一两年 徐峰一次又一次 挑战她的底线 搭棚种植 因为不懂技术 和市场行情 很快又宣告失败 赔得惨烈 这样的她 还在打肿脸充胖子 有朋友借钱 她明明没钱 还贷款借给了人家 高慧说了几句 徐峰突然用手 掐住她的脖子 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松了手 又用拳头 不停打她的头 旁边的女儿吓坏了 哭着喊 不要打妈妈 不要打妈妈 那一刻 高慧被无边的恐惧淹没 为了女儿 她得离开这个人了 爱错了人 要记得放手 走错了路 要记得掉头 高慧报了警 做了伤情鉴定 她冷冷地告诉徐峰 如果你不同意离婚 我就起诉你故意伤害 你不想丢了工作吧 徐峰只能同意 六年的婚姻画上句号 女儿跟了高慧 有时候高慧也挺佩服自己 竟然可以坚持六年 恋爱期间 她就发现了端倪 那时就应该喊停的 然而外人都说她好 她就失去了判断力 母亲说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和你爸 我们早就让你离婚了 可事实上 高慧长这么大 遇到任何事都不敢和父母说 大人对孩子严厉是好事 但过于严厉可能就是距离了 这样的话 她没法和母亲说 只能把这样的人生经验 用在女儿身上 让女儿少受一点苦 她和徐峰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们成长环境不同 三观不同 自始至终 她想要的都是平淡的人生 工作至于好好享受生活 而徐峰一心想创业 赚很多的钱 却又心比天高 好高骛远 失败带来挫败感 也带来自卑感 让这段婚姻支离破碎 离婚后 高辉听到不少闲言碎语 毕竟徐峰树立了强大的人设 大家都不明白 为什么高辉要放弃 这么好的男人 高辉不想解释 日子是自己的 最苦最难熬的日子 都已经过去 就什么都不怕了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再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感谢您的观看